浑身发麻的感觉 我感觉不是发麻 我感觉我脊椎给他掉了一地 你不是这样吗 是主要他的口才杀伤力太强了 我什么时候用口才征服你的 我都用实力 刚才志伟还说 你们平时四个人 吃在一起睡在一起 有什么时候一起商量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就你们应该是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那我知道在奥运会之前 你们要有难同当 因为要一起降体重 是不是 还不降 我们俩 我给他不一样 我不降体重 你不降体重 那你沉醉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 把话筒拿来 让周世明说 没有我们这级别 都是制定了48 他是81 我们就在比赛之前 就早上 今天有比赛 早上称体重 就必须得48 不能超 超的话就会取消资格 但是我们在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 他的大级别 可能要降得多一点 因为他身上就有肉 我就一般是在 三四公斤左右 我们要提早 奥运会之前 因为是大赛嘛 你一下子下来的话 可能会对身体不好 丢的很多 胃量元素 一下子补充不到 然后我们就得 从两个月之前 就这个星期 然后下一公斤 下个星期 下几公两 就慢慢的循序的 有个适应的过程 所以说 在他 一般和他出去比赛 一般都是很遭罪的 因为我们都在饿的时候 他就在吃 我觉得 我觉得张志蕊 从这点来讲 其实他呢 也不是一个人在吃 他也是替你把 那份该吃了吃掉 奥运会之后 你要还给人家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对于邹世明来讲 真的也不容易 大家听刚才说 六十多天 空体重 奥运这枚金牌 是邹世明 用他那把骨头换来 不容易啊 全身骨头 没有肉了 你们三个人 减肥减得最苦的是谁 是你吗 我感觉 就是他 就可能就是我吧 因为我 因为我的身体结构 没有什么脂肪 没有什么 都是肌肉 然后包着皮 然后想 如果是控制体重的话 你就要排汗 你就要把水分控下来 就是水分控下来 它才会控到脂肪 我在想 我在想你 饿得已经前心贴后心的时候 你看 他们几个人在 你看这个造型 就是空体重 现在可能还感觉 有肉的话 我就这样 这样按的话 会很像海绵一样 会很软 你应该按个坑吗 但是当时的话 这真的就是 这两边就是 那我在想 你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的时候 他们几个人都在干嘛呢 怎么鼓励你 都在饿 其实都在饿 他在吃 对 他在饿 我怎么说 我不饿 我发现 你知道人缘好坏 怎么区分出来的吗 就在大赛之前 这个人缘就能看出来了 大赛之后 更能体现出来 其实我没事的时间 我拿着东西 拿着尺子 然后去到屋里 转一下 我说尺吗 虽然是刚才在开玩笑 我觉得你们真的 就像一个特别融洽的 大家庭一样 你们每个人 应该内心里 都有一个 偶像吧 说说你们的偶像是谁 我的偶像是 拳王阿里 拳王太森 我这也一样 阿里 我这也一样 阿里 你们两位都是阿里 你呢 一样 这就很奇怪 三个人都很喜欢阿里 我偶像就是哈纳提 你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告诉大家 一个秘密 哈纳提 他这个足球 踢得特别好 我个人认为 他的足球要 如果是加入中国 国足 国奥队的话 这国奥队奥运会 怎么也给打进决赛 但鉴于这个 我问他 为什么足球踢得这么好 他不踢足球 而打拳击呢 他说 我跟他们一起 最多只能男亚军 拿不了冠军 所以我还是争取 个人项目 今后总有一天 要拿冠军 你们三位啊 刚刚说的 都是喜欢阿里 喜欢的原因 不知道一样不要 你为什么喜欢阿里 因为从小就看拳王争霸赛 感觉阿里这么大的级别 身体这么负重那么多 然后他还有 那么轻盈的步伐 蝴蝶步 不光是在拳台上 他征服了很多对手 在生活中 他也是这么 可以勇敢地站出来 替很多人去说话 我觉得 在这一点 他的情商 是很高的 已经非常全面了 我就不点评了 最后哈大提再说说 你现在已经成为 我们韩老师的偶像了 再说说你的偶像吧 我的偶像就是 泰森吧 他出生就是 就是拳击吧 他的风格 他的性格 我比较喜欢 步伐 韩老师对于拳击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现场 今天非常不容易 把你们四位都请到 那么现场给我们 展示一下 你们心目当中 最完美的拳击步伐 好 那我就先模仿一下 大家看过 阿里的拳赛没有 他的一些 他的步伐非常轻盈 你看他在比赛的时候 会在步伐中 就掌握住和对手的距离 很轻盈 你看这种 而且我们有很多时候 跳绳 就是专门练习这种 这样的 这样跳动的 这样的一个节奏 我觉得你跳的 也挺轻盈的 因为我的级别比他小 所以说 我觉得他 像他这样的个子 身上这么多肉 能够跳得这么轻盈 我觉得也是 令人佩服 来 再来个大块头 来来来来 给我们秀一下你的步伐 你这级别跟那个 阿里是一个级别的 比较轻盈的那种 来 好 配乐 谭乔生老师 就给大家跳 跳绳 这是一个基本功的训练 可以啊 别把我们这个舞台 给跳碎了 真的很轻盈 对 身材高大的张志磊 为何在训练场上 总是哭鼻子 黑马张小平 是如何被教练 骗上拳击的道路 新疆小伙 哈纳迪 又是怎样继续 哥哥的梦想 请继续收看 奥运传奇系列 重拳出击 掌声过后 我们和大家一起呢 将共同迎来 另外一位 在奥运会当中 给我们带来 重量级轰炸效应的 拳手 这就是体重最重 获得光灿灿银牌的 张志磊 张志磊 北京奥运会 拳击超重量级 91公斤以上级 银牌获得者 业余拳击超重量级别 一直以来都是意大利 俄罗斯等欧洲国家的天下 张志磊的这枚银牌 宣告了中国拳击 在大级别上 也能有所突破 好 欢迎你志磊 哇 志磊这身材 一看就像是练拳击的 你是不是一开始 就是练拳击的 不是 我以前是练水上 屁滑艇 练屁滑艇的 对 这反差有点大了 人家练摔跤改成拳击 还有点准 不然现在他们都说 我在水里混不下去了 然后跑到路上了 逢 我就发现 怎么半路出家 半路改行的人 练拳击都这么好 那我们要问问周世明 周世明你以前是 就练拳击的吗 一开始是练过 一段时间武术 这还沾点边 你觉得武术 对你的拳击有帮助吗 在台上 在台上我很多一些技术动作 都是看了那个 什么台机张真锋 看到这些武侠电视剧里面 然后可以 哎呦说 这个动作可以用啊 但是有些东西就可以 谢谢 张小平 算是有人在 push你啊 有你的潮鲁教练发现你 你跟我们讲讲 这个摔跤和拳击 有什么互通有无的地方 我当时也就练了三个月 而且练摔跤 主要那下就练背摔 因为他们一般过来的 都是以前提校这种招呼来 都练过这些的 但是我来的时候 一点基础没有 练了三个月 基本上都在处于在 背摔的状态上 你以前就这么大块 没有 以前的年龄小的时候 我十三岁的时候 就一米八多 一米八 十三岁一米八 对 那那时候你多重啊 十三岁一米八 你多重 体重没有称过 然后反正别人家里 家里人都看着我比较胖 小胖 又一米八 然后体重又比较重 然后那皮划亭 你还钻得进去吗 坐不进去了嘛 就因为坐不进去 然后我脚也特别大 然后在那个船舱里面 他放不下 然后我这个 就这个垮这一点 也比较宽一点 然后坐船舱 那个船舱灯开了 然后那一条 那一条船就好几千块 有上腕 然后教练一看 你这不行 你这不是来练的 是损坏我们的 那个器材 他说不行 给你改行嘛 改行 改行以后你应该是 不如人家进入的快 我这自己在想 改行以后你都面临着什么问题 因为当时改行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因为当时那个 器官尼 然后顾膜炎 顾膜炎 然后去医院检查 检查 然后在我们县里面嘛 县里面 然后当时 医疗条件不是很好 医术也不是那么高明 然后当时就 那个医生偷偷地 给我爸的一个朋友 因为他是那个医院的医生 然后就给我爸的朋友讲 你去 就是去洛阳那个百马寺医院 然后你去 那个骨科医院 再去看一下 然后他那个医生 他说 他说是怀疑 怀疑那个骨瘤 骨瘤要节肢的 当时我爸一听 吓坏了 这这么小的 年龄这么小 你怎么会有这个 然后再一个就是节肢了 你以后怎么生活 不仅练不了皮滑艇 更练不了传奇 对啊 当到以后 你又就是拐杖了 对吧 然后就 当时我爸很害怕 然后当时我爸就带着 第二天就立马去 去那医院 当时又做 X光片 然后又 找医生检查 然后到这个医生 给我爸讲 什么都不用怕 你这个 也不用吃药 也不用打针 就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 然后也不是什么 孤瘤 也不用节肢 然后当时我爸听到之后 眼泪当时都流下来了 嗯 这次经历 给你的生活带来的什么 这次基本上也没有 然后当时就我爸就想 当时因为年龄 那个身体还正在处在发育 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然后我爸就不想让我练 练其他的东西 就让我上学 但是上学也不好上 不喜欢上学 坐在班里面 感觉那个 就是听到老师讲课 就想睡觉 真实在 练前期以后 还好好上课吗 练前期以后 上了基本上社会大学了 嗯 其实社会大学 我觉得是更难上的 一门专业 那个再难 你想 再难也要去上 也要去学 因为这以后都要经历的 这是每个人应该 我感觉 每个人的一生中 都要经历的 你怎么走上 这个拳击的道路吧 当时就因为改行 改行 然后那个 皮划艇那个教练 当时也是省队 省队 然后就因为 一个受伤 一个不适合练划船 他说让你回家吧 感觉很可惜 看你的身材那么好 然后就是说 嗯 给你介绍一个 就是让你去 转行 就是说 我跟你介绍 介绍 我说 你叫转什么行 转哪一行 他说拳击散打 你喜不喜欢 我说拳击散打 当时对着 一点概念 对武术 当时我都没有概念 当时我就问 我说 拳击散打 是干嘛的 当时太过 解释不清楚 他就两个人对打 就像打架一样 给打架太多 我说 可以 我说行 当时想的时候 因为年龄比较小 就想着 学两年 学两年之后 到社会上 不是我别人欺负 这是你对拳击的最初的认识 对 这是对拳击的最初认识 当时 刚练了几个月 几个月 然后顾老师让我去 打那个 就看看我的胆量 就是看看敢打不敢打 叫我跟那些队员 就比我少比老一点的队员去打 然后两分钟一个回合 然后他说打两个回合就行了 我说行 因为刚练 上去之后 开始我也不管谁摸拳 我也不管犯规 就是一个人打 我也不看他 就是急着眼就是打 打完那两个回合 我感觉打完之后 当时很累 当时一下子躺在拳台上 我都不动了 但是我想想 我躺在拳台上 我嘴里还笑呢 因为对方被我打得 就是满脸拳的血 当时到最后 你会一点之后 然后再给更老大一点 当时全国冠军 八成冠军 然后跟那些队员打 打 然后打我每次打 基本上每次都哭 哭鼻子 那你把人家打了 你哭什么呀 没 到最后我打不了他了 他打我 开始是没有任何套路 把人家打懵了 说这人怎么不按正规出牌 把人家打懵了 然后自己还沾沾自己 因为到后来发现 这拳击是一门挺高深的学问 其实我特想知道 当时教练是怎么看中你的 是不是由于第一次 你的这种没有套路的 像我们韩教生老师那样的乱打 然后被教练看中了 还是请你的教练 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让我们请出智蕾的教练 古教练 有请 欢迎您 古教练 刚刚智蕾一直在给我们讲的时候 他第一次上全台的那种情景 没有任何套路 乱打一通 把人家专业运动员还打得 都满脸出血 自己还挺得意的 你是不是那一次 您就看中他的前置了 我一看这小孩 身体条件呢 一米八多 而且这个比较匀 不像一般的那种水胖子 肚子挺大的那种身材 我说行 就练了先看看吧 你刚开始到队里的新队员 我们不可能上去就那个啥 打实战啊 最起码要交出这些东西 看看有没有这个 首先全球队员 你要有这个勇气 没这个勇气的话 你只要练下去 将来比赛也很麻烦的 要被别人淘汰的 我说先试试 练了一段以后呢 就试试 找了一个队员 我就告诉队员 我说你别用劲去打他 让他试试他的胆量 你陪他去打量回合 是这样的 人家是让着你了 教练提前都要跟人家说好了 你没有任何击乎 当时我没告诉他 我就告诉那个队员 我说你不要全力去打 完了就做这种方式 我看看他的这个专项 专项能力方面 有没有这个长处 你发现他有长处吗 我发现他比较协调 而且很勇敢 看中他的协调和勇敢 对 很灵活 虽然把眼闭上了 闭眼了 闭眼了还能算是勇敢吗 那个 对方来的时候 你肯定要闭眼了 对吧 我打他的时候 肯定不闭眼了 不然你闭着眼 就把打 跟随古教练练习拳击之后 张志磊找到了 自己的人生方向 经过几年刻苦的训练 张志磊开始在比赛中 展露头角 逐渐成为了中国拳击 大级别的希望 在91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中 张志磊面对强敌毫无畏惧 虽然在比分上已经落后 但从他的出拳 我们不难看出 这位中国小伙子的斗志位剑 最终张志磊获得了银牌 创造了中国拳击 大级别项目的历史 我觉得你这边银牌 其实含金量也是很大的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就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你觉得你今后 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什么 现在只能就是 在以后的训练中 好好去训练 再刻苦一点 再浓力一点 再浓力浓力 然后争取到下一届 在以后的比赛中 下一届 有比这一次更好的成绩 那就是 金牌 金牌 非常好 智磊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坦诚 特阳光的一个男孩 我觉得 我也有一理由 相信你在今后的这种 拳击的道路上 会越走越远 那我们接下来 还是有请我们 韩乔生老师 对智磊做出点评 听了张智磊 和这个古指导的 叙述之后 我想呢 观众朋友都会得出一个答案 其实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特长 不要只盯着自己的缺点 如果 发现自己特长的话 就尽量去张扬 另外一个 在这次奥运会当中呢 一鸣惊人 像坦克一样 勇往直前 这就是 可以说 近两年来 世界拳坛 进步最快的张晓磊 他同样 本期奥运会当中 也获得了一枚 宝贵的拳击金牌 有请张晓磊 张晓平 北京奥运会 全机轻重量级 81公斤级金牌 获得者 在奥运会最后一天 邹世民夺冠之后 人们都认为 这将是中国代表团的 最后一枚金牌 然而在随后举行的 轻重量级 81公斤级决赛中 人称黑马的张晓平 奋力拼杀 为中国队夺得了 第51枚金牌 那张晓平 刚刚韩乔生老师 把你比作坦克 但是我知道 现在几乎所有的媒体 还给了你另外一个称呼 叫你黑马 怎么看待自己 这个新的称呼 外界评价我是黑马 比较适合吧 因为这次奥运会 我的小组里 有很多都是这次 夺冠的大热门 有世锦赛前三名的几个 都在我的下班区 当时他们受关注的程度 就是非常高 因为我的知名度比较低 所以说从这个小组 一路杀出来 最终拿了金牌了 只能用黑马来形容了 实际上我知道 你身上有样东西 跟黑马还有点关系 大家从电视上 肯定也看到了 给我们看看 秀一下 这个四星画的是什么 是一个天马 天马行空的意思 那这样的一个纹身 是什么时候做的 去年 07年 对 对你来说有什么意味吗 当时因为我是在内蒙古长大 我们的民族就非常非常的 和马有那种的不解的情缘 我从小的时候也非常喜欢马 经常也是向往在草原上 飞奔骑着马 但是一直也 这种机会很少 因为我在城市长大 最后又到了护士去参加拳击训练 所以说这种机会非常少 从小就喜欢马 对 而且是在07年 做的这个飞马的纹身 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意味 就是希望自己08年 能够有好运 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应该说应该有这个意味 那以后就这样了 不叫你黑马了 你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 大家再碰到张晓平 叫他飞马张晓平 在拳击场的这个实力 是用实力来说话的 先说你的这个身材吧 我就看你这么魁舞 当然是重量级的 而且呢 我听说你的身体素质 非常的突出 你是从小就练拳击吗 没有 我去 我是16岁去的体工队 当时一去的时候 就被摔跤队的要走了 你是开始练摔跤的 练了有三个月吧 开始我去的第三天 去摔跤队第三天 在我们体工队院里又走 完了以后让曹教练发现了 曹教练就说的 我身高多少 把我载的拳击馆 去量臂展呀什么的 完了以后说了 行了你下午就在这练吧 当时我也什么不懂 我那家刚过去的小孩 谁叫我去哪练 我就跟着他们过去了 真听话呀 是完了最后练了一下午 晚上吃饭的时候 摔跤队的教练问我 说怎么没训练 我说训练了呀 在拳击馆训的练 完了最后 完了最后 摔跤队的教练 最后就跟曹教练他们 后来协商 我具体不知道协商的什么 是你不知道协商什么 我们今天把曹鲁教练 请到我们现场 我们听听他 到底怎么把你要走的 我们有请张小平的教练 曹鲁教练 好 欢迎您潮鲁教练 你好 张小平叫您潮教练 我还是叫您潮鲁教练 当时小平说了 他在体工队练了三个月的摔跤 就被您给挖走了 当时您看中他什么素质了 一定要让他练拳击 刚才小平也说过了 有一天在园里 碰见一个高高的小孩 一看身体条件特别好 身高 臂长 走路 玩的时候 一些做的动作 特别所有的教练一看 就是一个很好的苗子 所以说把他给 下午去全球管练练 我看看 他也不知道 他跟谁交的教练没打着 直接跑到全球管练去 后来您怎么跟人家 摔跤管的教练学上的 摔跤教练是 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就跟他做工作 后来他做了两个多月 三个月的工作 他这个身高 臂长 这个摔跤不适合 如果是搞拳击的话 更好一些 那后来的训练当中 您觉得小平最突出的素质是在哪 脑子特好使 恰恰这个脑子好使的队员 他会投懒 平时训练脑子好使 身体素质又好 又练过摔跤 然后又偷懒 这偷懒 当时因为岁数小 经不起这种的大强度 大运动量的训练 所以偶尔看教练的眼色形式 怎么看眼色形式 教练给 教练要是不盯着我的看的话 我就在后头放松放松 休息休息 喝口水之类的 这就叫偷懒吗 教练 是 是 绝对是偷懒 这我们听着都不叫什么了 他每趟训练课的强度很大 他虽然是偷懒 这个跟他的同一批的运动员打的话 他也不吃亏 他脑子好 他这个想的东西多一些 有一次我 对我比较深刻的有一次 我们有一天下午 我们实战 我们就是两分钟一个回合 十个回合的实战 实战打完了以后 其他队员都是满身大汗 摘头盔摘尘头 我回头一看 这小平一点汗都没出 都开始摘头盔了 证明还有余量 是 这个十个回合他就根本就没好好打 完了这回合我非常生气 又交了三四个队员 交到台上 就打车轮战 你偷了再偷了 那潮鲁教练 小平是从什么时候比较自觉 不偷懒 认真训练的呢 应该说02年开始 他02年从我比赛拿了第二以后 他这个训练的思想也好 训练精神也好 一个转折点 他这个拿了第二也是 非常这个微弱的这个比分 拿了第二 所以说他感觉到 如果我好好练 练得好 可能也拿冠军的喜欢很大 所以说从那开始 他这个对这个训练的思想 训练的积极性 各方面就进步很大 我觉得刚刚看到小平以后 觉得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 和他在这个拳击场上的表现 相差甚远 你刚刚非常的谦虚 之所以大家叫你黑马 就是觉得在奥运会之前 大家对你都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实际上我们了解 你01年的时候 已经在全国锦标赛上 取得很不错的成绩了 01年的全会是第五 但是我是03年拿的全国冠军 基本上每年都有冠军入账 现在又不谦虚了 但是我知道 刚刚说自你每年都有冠军入账 01年取得的成绩不错 到了05年你就开始输了 乃至于之后的06年 07年成绩都一般 自己最终是怎么走出来的 这种心理的阴影 应该说是今年的2月份吧 08年的2月份 对 真险啊 8月就奥运比赛了 是啊 一出来就上了高速公路了 从府路上了高速公路了 那是哪一场比赛 你觉得真正回到了你以前的状态 在泰国 泰国的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比赛 就是奥运会的 奥运会的选拔赛 亚洲区选拔赛 当时非常关键 因为要实现自己奥运的梦想 必须的能进入奥运殿堂才行 所以是那是去拿门票的一次比赛吧 非常关键 教练当时给他布置了什么战术 我们备战这个泰国的亚洲区选拔赛 我们确实这个背着压力去打 而且小平的表达越好 之后活到奥运会四个以后 我们就面对着这个 把一份的奥运会了 对 所以这段时间的训练我们特别系统 包括这个各大洲的奥运会选拔赛 全部结束以后 通过这个比赛的路向 了解对手的打法呀 战术呀 那小平记得当时你们在研究对手的时候 你觉得你最强的对手都有哪些 最强的就是现在的拳击强国俄罗斯的 哈萨克斯坦的 乌斯别克斯坦 然后就是基本上就这三个国家 研究的比较多一点吧 因为我们是27个对手嘛 不能一次说的都看完 这是分天的 比如说这一个星期 主要就看这两个对手 这种的分批的 但是针对这三个对手的时候 就是安排到十天或者半个月 一直就研究他 针对这三个对手 你们有什么破解的方法吗 像这个俄罗斯这个 我们这二月份活到奥运会四个以后 我们的一个陪练的员叫李克帅 他就每天模仿俄罗斯的去训练 而且这个奥运会赛以前 我们搞了两次奥运模拟比赛 也是他代表俄罗斯的队员 跟他打 所以说小平每天接触的 就是跟俄罗斯的队员打 那真正到奥运赛场上 你们碰面了吗 碰了 第二场的时候就碰了 我们看到2006年的 这个俄罗斯这名前世 还获得过欧洲锦胶赛的冠军 如果不能战胜他 张小平的奥运之路 将到此为止 比赛一开始 张小平就以0比2落后 在接下来的两节里 二人的比分一直咬得很紧 直到最后一节 张小平开始发威 逐渐将比赛拉 最终以8比2成功晋级 那潮鲁教练在奥运赛前 对小平的目标是什么 保五争赛 但是第二场 赢了俄罗斯选手以后 我们心里的这个红颜色的奖牌 逐渐变黄颜色 同牌变金牌 但是这个跟谁都没透露 这是我们内心里 就想 小平在决赛那天 自己怎么调整的心理 觉得特想拿那块金灿灿的金牌吗 想拿是当然 运动员走到决赛的这天了 谁都想拿金牌 但是我那天 没想太多 像刚教练想的是 没想着最后拿金牌 拿到金牌怎么回事 我那天就想着 怎么样上去先得点呢 先把教练安排战术完成了 2008年8月24日 对于张小平来说 是人生中难忘的一天 他取得了81公斤级拳击金牌 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梦想 也完成了中国拳击的 又一个辉煌 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韩乔生老师 对张小平进行点评 对于张小平的这匹 吃成在内蒙古大草原的骏马 应该说他能够取得 今天的成绩不容易 但是我想说呢 发现这匹骏马的人 也就是伯乐 更为重要 潮路教练呢 用他的智慧 用他的勤劳 使张小平这匹黑马呢 变成了白马 变成了天马 如果说张志磊 可以在水下获得 潜水拳击赛的 冠军 邹世民可以说 获得甲板上 最轻级别的 小鸟级金牌 而张小平 在马背上 获得拳击比赛冠军的话 那用句语录的话说 这个哈纳提斯拉姆 它就是 在哈萨克草原上 冉冉升起的 一只小鸟 对不起 是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有请哈纳提 谢谢 哈纳提 北京奥运会 拳击69公斤级 铜牌获得者 这枚铜牌 凝聚了新疆拳击人 十几年的心血 也展现了新疆拳击事业的 长足发展 第一次见到你啊 没有想到你那么腼腆 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我觉得你现在的这种状态 跟我在赛场上 看到你的状态 截然不同 赛场上是一个那么彪悍 那么凶猛的一个拳击选手 现在反差太大了 是吗 你平时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平时也是就这样子吧 很安静 对 比较喜欢安静吧 比赛是比赛 那也是我工作 也是我的一切吧 2008年9月20 我们名将之月兰幕组 来到了哈纳提的家乡 新疆哈巴河县 这是哈纳提出生的地方 他的家人仍然生活在这里 奥运会之后 将近三年没有回家的哈纳提 终于回到了家中 我们到哈纳提家的时候 哈纳提正在和家人聊天 年迈的父母 哥哥都很喜欢听哈纳提 说拳击的事 以前是他尊重我的 现在我尊重他了 还是 为了欢迎我们 哈纳提的母亲 还特意为我们做了一顿 美味的主拳羊 这是哈萨克族人 接待客人的最高利益 哈纳提的哥哥 叶尔兰曾经也是当地 小有名气的拳击手 就是在他的影响下 哈纳提走上了拳击的道路 刚刚啊 你们的那个三位队友 我们都一一的采访过了 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原来的第一专业 都不是拳击 现在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去认为 你以前也不是练拳击的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先告诉我们 不是 我以前也是在拳击的 哇 你是唯一的一个正宗练拳击的选手 对 多大开始练的拳击 可能年龄特别小吧 因为我哥哥是以前是练拳击的 他特别喜欢拳击 然后就他的影响吧 就他 我可能 不到六七岁吧 就看到他 每天在训练 每天早上要出草草跑步 就每天他在训练的时候 我在旁边就看他 看他训练就模仿他 他也一边教唤我 就教教基本技术吧 就跟他一块 就 每天早上就把我拉起来 让我跑步 把我哭得不想起来 抱着妈妈呀 他就抢着我 逼着我 就早上出草草跑步 那哥哥是你的第一位拳击老师 对对 提蒙老师 应该是 他学习好 就家里面就不通一把 然后就该行就上学了 后面就把我拉到我们的新疆竞技体校吧 运动学校 就开始跟二教练一块 开始了我的真实的拳击生涯吧 十一岁那年 哈纳提来到新疆竞技体校 开始了全新的拳击生活 由于年龄小 每天的训练也感觉是像玩一样 但不久之后 哈纳提的天赋就慢慢表现出来 从那之后 新疆拳击队的总教练 阿布利克木 开始关注这个个头不高 但机敏灵活的小伙子 应该说 你练拳击是你的选择 是你选择的拳击 而不是拳击选择你 可以这么说吗 因为我 宋孝就是 外面挺爱大家的 哥哥每天告诉我 不要欺负别人 不然 有人欺负你的话 必须要大家 这也是你对拳击的最初的理解吧 对对 十一岁走上这个拳坛 这个历程到现在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能够获得这个级别的奥运会的铜牌 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那接下来我想 还是请哈纳提的教练 阿教练一起上来和我们聊一聊 有请 欢迎 据说你当初 在刚刚练习拳击的时候 还是自己在掏学费去练习 是吗 对 因为每年的学费那些交费都是家里面给我讨的 对 到了 99年 以后到了专业队以后就 阿老师就不让我讨签了 前面有一个就是 但是他上了一年一科以后 他有一天 他就找我来了 阿老师说的 这个运动学我的教的钱能不能不教 他说的 他说 我要到你那练去吧 我教的这一块 实际上他们虽然是运动学校 但整个都是跟我们专业队一块练的 我说你已经不是练的 他说我练得更好一点 我特别感动 一个星期后就让他搬到我们这个 那个 就是专业队这个 我们自己队上来了 由于哈纳提的个人努力 他很快有机会参加了各种大型的国际比赛 他的目标就是多打比赛 争取更多的机会 积累更多的经验 为的就是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展现自己风采 这十几年一直都是和拳击打交道 你的生活 拳击是你生活当中很大的一部分 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对 那阿教练怎么评价哈纳提 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 可能就新疆 从整体来讲 我们拿到这个成绩也是个 确实很不错的成绩 但是 这个过程中 这些年来 打过世界锦标赛 拿过第3 碰到过世界的好的选手 他都赢过 甚至这次69公斤的 这个哈萨克斯特运动员 他赢过他两次 就是我从自己来讲 不是特别满意一个这个第3 奥运会结束之后 哈纳提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那里 哈纳提受到了英雄一样的代言 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一枚铜摆 今后自己还有什么目标 北京奥运会 我觉得 对我来说很遗憾吧 因为 准备参加了04年亚点奥运会 也当时 也当时打了69公军 当时的冠军也是哈萨克斯特连选手 比赛下我特别有信心 拿冠军嘛 可是 好的原因吧 可能心理上呀 可能 技术方面呀 可能输给了比赛 可是 奥运会不是这个08年 还有12年 还有伦敦奥运会 我特别高兴 我还年轻 我还24岁 这是我的财富吧 可能12年时候在伦敦 可能是我的天下 哈纳提一直都是很静静地在听我们谈话 因为我很难看到这样一个反差大的人 我们来问问你的队友 他是一个 平时就是一个那么安静的人吗 对 哈纳提他可以说是在训练上面 是非常一个积极的一个移民运动员 但是在平时生活中 他也有他积极的一面 但是更多的他是喜欢安静 像他会在平时生活中 他会在床头放一本书 或者是自己听一听他们 属于他们自己新疆的那些音乐 当然我们听不懂 大家也看到了哈纳提说话 说汉语比较慢 所以说我们也积啦呱呱呱呱呱说出来 他还没有说几句话 然后这个话题又被我们抢了 他就更多时间就在旁边听或者是笑 他平时生活中还是比较安静的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性格 刚才我不是讲了吗 刚才我说 我是不爱学习的那种 然后他恰恰想法 他是比较喜欢学习 然后他自己什么俄语 英语都是他自己去学 你的队友都对你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不光是全坛上 还有平时的生活中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大哥的形象 刚刚他们还透露了一个细节 说你的俄语 英文 都是自学成才 现在给我们秀两句 这样吧 非常简单的 我给你出个题目 你这样说 你用中文 然后俄文 然后英文 都分别说一下 大家好 我是哈纳皮 好不好 给我们秀一下 应该很简单 大家好 我是哈纳皮 是俄语吧 俄语 你好 我叫哈纳尔伊斯兰 你好 我叫哈纳尔伊斯兰 我希望在2012年 文德奥运会上 再次看到你的身影 谢谢 我叫哈纳尔伊斯兰 我叫哈纳尔伊斯兰 他说的 公司 我叫哈纳尔伊斯兰 我等他一下 我叫资议 你我叫哈纳尔伊斯兰 我叫哈纳尔伊斯兰